层次更高的调查主体 所谓联合调查组 刚才我们短片中介绍了 有这个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还有律师 还有媒体 那么这里如果说调查是要查 不仅仅查清事实 而且要有公信力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个调查主体的 权威性 独立性 和这种调查组工作的公开性 这三个要素应该说是关键性的 那您就是他应该同时具备几个要素 比如说他调查组的成员 应当是由什么人组成 怎么选 就这些 我刚才说的这种调查组成员 首先在组成上是要有权威性的 权威性不是说政府任命谁 让谁来 这是权利 但并不等于是权威 所以权威性就是当事人要认可 特别是民众 大家要认可这些人 对吗 所以这的确需要有一个 一种这样怎么来选择这些 我们得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他们是谁 我们要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调查组成员的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呢 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能有人会质疑 这些调查组成员 是不是跟这一事件有一些背后的联系 对吗 说到知道调查组的人是谁 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 这个新的调查组 其中要有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参与 我们的记者刘南 此时正在上海 就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刘南 刘南你好 你好董倩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调查组里面 有中央媒体的参与 那你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你可不可以参与 自己报名毛遂自荐的参与 可以吗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其实我就开始打电话 给浦东新区的新闻中心的一名部长 向他咨询相关的情况 但是昨天晚上呢 他告诉我呢是具体不清楚 今天早上呢 我是接到这个孙中介的通知 然后前去拍摄 但是在今天早上的这个拍摄过程中 我发现就今天 就是在这个调查过程中 唯一常听的呢 是上海当地的一家报纸的一个记者 所以说呢 我今天下午呢 又再次给浦东新区的新闻部打电话 希望申请这个参加这个名额 但是呢 对方还是表示不清楚 现在呢 我听到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这次的联合调查组呢 有两个名额 一个是中央级媒体 还有一个地方级媒体 但是名额现在都已经定了 但具体这个名额是怎么定的 下一步呢 是否还会有新的名额呢 现在我也是在 等待进一步的回应 也就是说 你并不知道这两名 这个媒体的代表都是谁 就是 就是新闻部这边的负责人 没有给我正面回应 好 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你一直在采访 这联合工作组 你有没有采访到 联合工作组的调查内容 都是些什么 现在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联合调查组呢 现在是分成三组 它是分组行动 平行调查 每一个组的主攻方向不同 这呢是今天上午的一名 这个人大代表透露的 但是呢 我具体追问这个 具体的三个方向都是什么 他没有回答 然后关于这个成员的名单呀 分工呀 具体调查的时间表 我也向浦东新区的这个宣传部门 进行询问 他们呢 表示不方便透露 他们的解释呢 是说希望调查组呢 现在就是不受干扰的专心工作 所以说呢 就是不仅是我 今天呢 还有很多这个同行的媒体呢 也在追问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反馈给我的事 也是得到